HELLO 大家好,今次這部影片想講講講之前有一條影片教大家如何在劍隊中訓練努力值 今次這部影片就是下一部,就是講解第三個方法 重回上一集我們就講了,我講了擊殺精靈是其中一個方法 使用努力值的飲料是第二個方法 而第三個暫時不公開,因為我覺得對新手來說有比較難的理解 而且這個練法適用於一些特別訓練的玩家 今天就會公開,我們就開始了 好,首先為什麼我會說給中手或以上的人聽 就是因為這個功能可以方便進行一個特調 特調的意思就是說對精靈進行一個特別的調配 可能防禦會加少許,特防加少許,然後速度更加快的精靈等等 這個就叫特調 而以下有一個例子可以給大家看 以下一個遊戲就叫Pokemmo,就是我以前在電腦上玩的遊戲 跟Pokemon大致上都相同,我們可以看看 好,這裡我就用Pokemmo做例子 這隻就簡單介紹一下,這隻就是網上的Pokemon遊戲 這裡我就有練到一些特調寵給大家看 OK,讓大家看看特調寵是什麼樣子 我首先會拿兩隻做例子 一隻就是這隻,一隻就是美納斯 另一隻就是...在哪裡呢? 奇爾花 兩隻就有個分別的,OK,我們先看美納斯 美納斯一般來說都是這樣的配法 HP,防禦,特攻 特攻其實都有點錯 因為如果你單單打,特攻就應該不用怎麼配 OK,之後再看看他的能力值 我們這樣看,方便 50級,然後再看看奇爾花 奇爾花的能力值就是這樣的 就是血量、防禦、特防速度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練呢? 所謂的特調就是針對某一隻精靈而作出的一些改變 現在就看看奇爾花的數值 你會看到我的奇爾花是僅僅多美納斯的速度 你看到101速度,然後103 那為什麼要這樣配呢? 因為本身種族值來說 奇爾花的種族值是80 然後再看看美納斯 美納斯在這裡 美納斯是剛剛多一點的 而為什麼我要配20努力值去速度度呢? 就是因為我希望這隻奇爾花可以比美納斯 而為什麼我要配103而不是102呢? 因為我怕美納斯 她的美納斯有機會會分6點速度 6點努力值速度 比她的速度增加了 譬如102,大家都是102 那情況下就會變成隨機一方速度高一點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 加多一點就是這樣的原因 而特調就是正正在這個速度上 有這個美納斯 即是可以快過美納斯 那如果奇爾花可以快一個美納斯 那基本上都是對對方很大的威脅 OK 而這裏特防防禦努力值 其實我都沒有特別怎麼搞過 最重要我都是看努力值 這個速度的努力值 奇爾防禦、特防我都是平均大概這樣分 就是這麼多 特調就以上那麼多 當然還有很多 奇爾花只是其中一個美納斯 多數要特調的話 其實都是著重在防禦或者速度上 那這一點大家可以留意 以上就是一個特調的方式 好看完之後 可能會有人問 究竟這個功能是什麼呢? 現在就要開估給大家聽 就是一個叫精靈幫幫忙的功能 在PC的箱裡面 你按個箱就會看到 這個幫幫忙可以委託一個精靈去做事 做不同的事就會有不同的經驗值 努力值等等 這些委託 就可以從而訓練你的精靈的努力值 先講一下 這個幫幫忙其實他的努力值獲得的數量非常少 譬如一個小時只有四點努力值 一個小時四點努力值非常少 但是其實想起 如果你是練一些特調的話 這個都蠻適合的 因為如果一個小時是四點 六個小時即是二十四 有些時候可能會練努力值 就會變成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四 剛好你就可以練二十四 練二十四的努力值 然後再去食十之羊 就可以獲得一百二十四個努力值 OK 再來下一個 為什麼會沒有人提及到這個功能呢? 因為努力值實在太好用了 努力值實在太好用了 努力值實在太好用了 根本沒有人會發現到這個功能 而且這個功能一個小時 剛才也說過 只有四點努力值 而時間最多只有二十四個小時 總計只有九十六個努力值 根本就是超差 好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不適合新初學的玩家 去了解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實在非常複雜 就算是一些連資比較深的玩家 都未必可以即時告訴你 我要怎樣配 因為這個屬於很長遠的特調 很需要一個長遠的研究 很需要一個長遠的研究 因為有時候你要觀察一下 現在這個世代 譬如劍盾這個世代 單打多人用什麼重 雙打多人用什麼重 然後再慢慢去針對某些重 例如現在最多人用的單打多人重 例如多龍 多龍 你要怎樣可以令到你的重 比他快 或者你的重可以抵受多龍的傷害 然後再去反擊他 這個就是一個特調的優點 一個特調的工作 令到我可以抵受多龍一下攻擊 並且把他反殺 這個也是特調的原因 對 好像剛才所說 防禦加少許 突防加少許 速度又剛剛好 某個精靈 但是在劍盾那裡 是不是真的可以速度那麼快 某些精靈 我想暫時未必 如果是單打的話 就暫時未必 因為多數都是 一來多數 速度上已經很大的 一個很大的對比 譬如今代劍盾裡面 多龍就已經接近140的速度 那你怎樣可以令到 或者速度剛剛快 某個精靈 基本上沒什麼可能 你唯有可以做的就是 把防禦加多些 突防加多些 令到生存機率大增 到時候就可以進行一個反擊 秒殺多龍 現在就是 如果我以多龍為例 就會是這樣 OK 幫幫忙就是有這個功能性 能夠幫助你去特調 但是這個真的都比較複雜 有時候 不能三言兩語 我想針對某些重 怎樣可以打到呢 這個都需要一個長遠的研究 數據 哪些重多人用 哪些重小人用 哪些重有特性 哪些重有特性等等 這些都是很影響到 特調的工作 所以為什麼不趕著呢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特調這個會令到 一些初學玩家 可以說是 摸不著頭腦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今次這個影片 就是屬於比較中手或以上 但是 好老實說 其實就算是中手 都可能是 即是可能高手都在用252 因為只要熟悉到一個 技能 以及用一些重是夠強 速度夠強 攻擊力夠強的話 其實特調的話 其實都 那個必要性 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是不是真的那麼必要 又未必 都是視乎 你的對手 是什麼重 就是你經常會撞到的對手 在用什麼重 未必真的需要每一隻都要特調 但是 只是其中一個方法 其中一個 能夠 改變戰局 有機會改變戰局的一個因素 OK 那我們下次回來 再拍其他一些影片 下次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大家不妨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以及告訴我你想知道什麼 的遊戲的情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